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我的家人在洗肾 我要怎么帮助他控制饮食呢 相信我们现在台湾 有很多的家庭里头 长辈或是家人定期在洗肾 事实上洗肾还有分成 附魔透析跟血液透析 这在我们今天节目 待会跟大家聊到 只是病人本身 或者是他的家人 要怎么样去帮助 这位洗肾的患者 能够在生活品质上 能够保持良好 不要被医生骂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问题 我们邀请到的是 肾脏科洪永祥医师 我们掌声欢迎他 洪医师你好 洪医师我们刚刚开场的问题 应该是所有要洗肾的病人 到你面前家人 都会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先卖个关子 只是说先给大家一个答案 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我们讲说洗肾洗了20年 如果说在应该看一个国家 它的洗肾品质如何 其实我们讲说在30年前 其实台湾的水质人工肾脏 还有机器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你要洗30年真的是不容易 20年是不容易 可是现在实际上 如果从现在开始 再往后算20年 其实这个只要你不是因为其他疾病 比如说你是糖尿病心脏病 那个过失 其实洗20年是不是很难的事 所以现在的医学的进步 还有科技的发达 其实没有再像以前一样 对洗肾有这么多的恐惧 对不对 其实以前的洗肾的条件 比如没有红血球 生成素它们就贫血得很严重 就要输血 那以前的人工肾脏不好 所以它们洗出来的那种毒素 洗得不是很干净 所以以前的水质不好 它们每个洗的时候 很多重金属的问题 所以现在其实现在已经是 进步非常非常多了 是 是 我们今天刚好VCR 就是有一位洗肾的病友 他分享他洗肾前跟后 这个过程的经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 我是静如 今天要来跟大家 分享我在洗肾的经历 洗肾是因为做了 大剧量的化疗 所以伤了肾脏的细胞 才需要开始接受洗肾 大概19年 这就像洪医师刚刚讲 他洗了20年了 而且看起来他还很年轻 应该还可以再 洗得不错 真的 你这个经验上面 洗最久都还保持健康的 也是几年 其实蛮多 我那边有一个 在台北市政府上班的 他洗了已经快30年了 他现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都会跑5000公尺 他体力比我还好 所以他洗得快30 最长的有一个 他从40岁洗到77岁 还是可以走得很正常 吃得都很正常 所以其实好好洗 其实可以过很正常的 一个生活品质 最不方便当然就是活动范围的限制 因为26都要去医院嘛 我的诊所在台北 那当然有的 甚有就是如果要去旅行去哪里 可以就找当地的洗肾诊所 先安排联络 然后可以在当地洗肾 可是那样有一个风险 就是有可能会 会有肝炎的感染 那所以就是 比较保险就是还是在维持 就固定在自己的诊所 然后一个就是饮食上 其实还是要 就是要控制水分啊 控制食物的磷啊贾啊 所以就是在饮食上 也是需要学习节制 就是洗肾的血管 应该会就是 洗肾病人 一直要面对的问题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 医学发达到就是楼管呢 就可以是用就是长久了 就不会是哪里 有位置上的限制 果然他问的就是楼管的问题 就是刚刚洪医师讲的 对不对 对 我们一直在讲说打针 其实肾有最辛苦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就是打针 你有没有想到他们要打多少针 因为我们洗肾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把我们的脏的血拉出来 那经过一个人工肾脏再跑回我们身体里面去 那这样所以你每次都要打两针 那针是很粗的针 因为每分钟的血液的流速要每分钟250cc 那一个礼拜要洗三次 所以一个礼拜就要打六针 一年52周全年无休 他不能就那52乘以6 312 所以他一年要打到300多针 那楼管你像一条血管 我们这个叫你打了300多针 当然它有可能就会坏掉 会阻塞 他要去找血管外科 要去通血管去弄血块 可是那血管可能四年五年就坏掉了 那你就必须再重新开刀 再开一条血管 所以我刚刚讲如果说提早洗肾 有可能血管也会不够用 比如说这条血管用五年 我们总共有四个地方可以用 一二三四 那用20年就不够用了 所以当然这也不建议说提早先 那楼管真的是一个 我认为到目前没有很进步的 洗肾的这一块 所以张小姐这个问题 目前还没有解答 目前无解 目前有新的一个像扭扣孔的一些 打针的一些技术 跟用一下不要钝的针 但是那也不是进步很多 希望这几年能够有更进步的技术 让它有个答案 洪医师上次在我们节目当中 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哪一些疾病是容易 这个洗肾的危险族群 但今天我们这一集 再重新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那时候有提到五个 容易洗肾的这个族群 对不对 对 我们最常见第一名是糖尿病 第二名是高血压 第三名是慢性肾是球炎 第四名是一些肾脏兼质 跟肾小管的一些疾病 那第五名当然就是我们的多囊肾 大概是这五大族群 是占了九十几percent洗肾的原因 所以大家要记得 不要走到洗肾 就是糖尿病高血压这些要控制好 痛风等等要控制好 不要三高 对 不过我今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小编 他们对洗肾的概念 其实不太清楚 他们以为只有刚才我们这位 这个病友 他是用血液透析 他们大概有个概念就是 好像有把血抽出来 然后又把它打回去 但其实洗肾还有两种方法 对不对 一个是附膜 一个是血液 对 我们应该是说肾脏替代疗法 你的肾脏两个都没有了 其实到末期肾病变 那大概有三种治疗的方式 血液透析 附膜透析 还有换肾 叫肾脏移植 当然肾脏移植要有足够的捐肾者 那我们大概讲说 假设你还没有等到捐肾的时候 换肾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延续你的生命 我刚刚不是讲 有可能到五天一个礼拜 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就靠血液透析跟附膜透析 那血液透析 是利用一个人工肾脏 我们把我们的脏 要打两针 脏的血拉出来 经过人工肾脏 把一些毒物 废物 经过机器排走 然后干净的血再回去 如此在做循环 每个礼拜要来洗三次 每次要四小时 叫血液透析 那附膜透析是 我们利用肚子 我们要在里面植一个管子 然后现在有一种叫 比较生气叫自动附膜透析 我们可以租一台机器 这个健保有提供的 然后你可能就是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用肚子把水灌到你肚子里面去 它是一个有渗透压的水 它会再利用你的腹膜 当做一个半透膜 把那些毒素跟水分 吸到你的透析液里面 然后吸干了再把它排出去 然后一直用干净的水去换掉 那就用靠 它比较是一个缓和 缓和的一个方式 整个晚上这样洗 洗到早上之后 再把一袋药水 灌在你的肚子里面去 到了晚上再把它排出来 这个腹膜透析好处是 比较行动比较自由 那大概一个月回医院一次 这大概是腹膜透析 两种其实现在健保都有几步 腹膜透析就比较像是 你现在有一盆脏水 那个海绵 就把那脏水吸 然后排掉 然后再把一个干净的水挤进去 它就很慢 但是这个就慢慢来 把这个脏水 慢慢用干净的水取代 没错 它就是一个扩散 还有超过滤的方法 对 那这两种的选择 就是腹膜透析跟血液透析 你会怎么样去建议病人 他们大概优缺点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讲说的 这两种我们在讲说 它的一些 经过了这两个治疗之后的 一些病人的一些生命品质 还有住院率 死亡率 其实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只是那个 早期血液透析的费用 会比较贵一些 那因为台湾是属于 重大疾病 其实是都不用付费的 对 那我们在讲说 血液透析的好处是 它是可以由医护人员照顾你 对 很多我们这些 血液透析的高龄长辈们 事实上他很多共病 他可能有糖尿病 心脏病什么 那如果说他两天 就来看一次肾脏科医师 有医护人员照顾他 往往可以比较急早 可以找出他的疾病 急早去医院检查 那所以 那附膜透析的好处是 他比较符合我们的人体的工学 我们人体其实肾脏是24小时 慢慢地排出你的尿路 那我们洗剩是4个小时 累积了两天的毒素 4小时是洗完 那附膜透析是比较缓和 比较慢 比较符合 每天一点 但是附膜透析有几个 要注意就是说 比如说我曾经肚子开过刀 有沾黏 或者说他有扇气的 或者说自我照顾不佳的 因为一个管子 一直放在你肚子里面 你如果弄不好的话 会有那些附膜炎的那些风险 所以当然是他有一些限制 那当然有些人 附膜的通透性 我们讲附膜的特性 他没办法移除掉尿毒素的话 那当然他也不适合 做这样的一个附膜透析 因为我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 大家就在讲说 附膜透析对于一些很喜欢旅游的人 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你说血液透析 你每两天就要去报到 你大概就只能去 你住台北 你只能去花莲 两天一日游又要回来 但如果是附膜透析 你可以出国到其他国家 甚至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你只要透析意带着去就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选择的 需要考虑的吗 之前是如此 之前我们讲说 比较喜欢上班上学 去旅行的人 可能选择父母 会感觉比较自由一些 但现在其实也蛮进步的 比如说我们要 如果说学艺透析的人 其实很多学艺透析 他们经常有出国去旅游 我有洗肾室一个瑜伽老师 他去冰岛旅行 两个礼拜 我都还没去过冰岛 冰岛只有两家地方可以洗肾 那为什么现在很方便 比如说我们讲 我会建议去一些都市 现在你上网去看 有那种全世界 洗肾室的联络的 那个email跟电话 那一样我们要出国的时候 不是要旅行 都要订餐厅订饭店 如果是你是洗肾的圣友 多做一个动作 去订洗肾室 打电话跟他讲说 我可能几月几号 要在你那边洗 比如说你去旅游个一个礼拜 我建议至少要洗个两次 会比较安全 然后那个 所以现在其实 去预定这种洗肾室的风气 其实蛮盛行 因为现在因为网络事件 我们的联络已经很方便了 所以倒是也是可以旅行的 OK 但附膜真的是比较方便 附膜就是说 以前我们说还要就是 寄你的那个附膜透析 要先邮寄到你下榻的那个饭店 所以现在很多的那个厂商 当地只要有厂商服务 他们都会帮你带寄到那个饭店去 所以你人还没到 搞不好你的附膜药水 已经到了那边了 所以现在其实两个都可以出国旅游 都还蛮方便 那刚才讲到 我相信血液透析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刚才讲那个楼管的问题 很早就开始打针 打到后来没有血管也是很困扰 所以也许会先 是不是先用附膜透析 趁一段时间 然后再用血液透析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选项 这个的确是一个选项 其实台湾曾经附膜透析 比例最多的是金门 金门那时候没有血液透析 所以只要金门人那时候得到了 那个尿毒症 只有附膜透析 那后来因为金门现在已经有 已经有喜盛事了 那我在想说 他们知道你要观察附膜透析 在金门是个很好观察的地方 那刚刚其实黄奕西讲到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我们因为现在血液透析的生命预期值 越来越久 可能30年40年 可是你常常会一个 楼管不服使用的 我们的楼管有两种 一种叫动静脉楼管 就是我们既然要有一个 可以拉出每分钟 250cc的血管 一般的血管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你的动脉 接到你的静脉 把你的静脉冲出一条 很粗的静脉 那每次都打那个点 可是一年要打312针 有时候护理师还打漏针 那这久了之后 还是会有它一定的寿命 所以平均叫3到5年 那第二种 假设自己血管不够粗 我们会用一个人工血管把它植入 植入一样 那一样是有它的使用的寿命 大概3到5年 那当然我也碰过那种 只用一条血管 它的血管真的很好 用了30年的也有 那也有那种做了之后 其实不到半年就坏掉了 所以当然你假设 我们讲说一开始就血液偷袭 有时候是怕血管不够用的问题 那你如果已经年纪很大了 当然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这个年轻人如果 因为一些先天的疾病 或者是后天的一些伤害 必须要洗肾的时候 这个也要放在考虑 也许先用你的腹膜 撑起几年 之后如果真的不行了 然后我们再换血液偷袭 所以我相信这个都是 可以跟医生讨论的一个方案 对 我们回到已经开始洗肾的病友 不管是附魔或者是 用血液透析的病友 他们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是这样吗 就是洗肾真的是 自由也有个限度 我相信洪医师还是会叮咛这些肾友 虽然你们现在 是不是饮食上面可以哪些开放 但是也不要过头 没错 人工肾脏 还是不落上帝给你的那颗肾脏 这么聪明这么有用 所以它还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们会讲说 我们不是说在慢性肾衰竭 要什么腺磷 腺钾 腺蛋白 但是一旦开始洗肾的时候 不用腺蛋白的 因为我们的洗肾 可以把你的尿素蛋洗掉 所以蛋白质可以努力吃 所以没问题 可是还是要限三个东西 磷 甲 跟水 你就觉得很奇怪 不是你既然可以洗肾 为什么磷跟甲还是要限 因为磷跟甲的洗掉的 速度跟效率没那么强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 即使在洗肾了 还是有可能会累积 尤其是你饮食没有控制 所以还是要 照限磷 限甲 这个还是要注意 那另外一个 我最觉得最麻烦 叫限水 你会发现 那个已经在洗肾的病人 可能他一整天的小便 不到50cc 你会想过 你有1500 2000cc的小便 都没有 那他会累积在身体 我们在洗完的时候 是把他水洗干净的 他开始经过两三天 再回来洗 他就会累积水分 那如果他们水喝很多 因为他们会口渴 因为有尿毒素 在身上会口渴 那他们喝了很多水 那水超 还没有来洗肾 比如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礼拜五洗完 就礼拜一 多了一天 他们可能到礼拜天晚上 因为礼拜六日 就去聚餐 吃很多的东西 吃大餐 喝水 喝酒 那结果就到了 礼拜天晚上 就肺水肿了 就还等不到礼拜一 他就直接去挂急诊 所以当然要讲 陷灵 陷甲 陷水 陷水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这个人有运动 有流汗 这样是不是可以 把水排掉 没错 这个就讲到一个很重点 如果万一 你是住在比较偏远山区 不然道路摊坊 避震 或者怎么突然 找不到洗肾 那你是一个洗肾病人 那怎么办 怎么自救 就是说我刚刚讲 水分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流流汗 运动 其实我们怕的一个叫做 水分过多一个高血钾 高血钾可能会造成 心律不整身的突然猝死 那你流汗可以流掉 不少的水分跟钾离子 还有一个我都教他们 那个要上大号 我们大号其实 大号可以排掉 不少的水分跟钾离子 还有什么泡泡热水澡 去去追蒸汽 也可以把汗逼出来 这些都是可以 即使在洗肾的中间 你还可以排掉一些 你的尿毒素 不小心喝多了 晚上赶快洗个温泉 泡个热水澡 洗肾的人可以洗温泉吗 洗肾其实我们在把你的针拔掉之后 其实它剩下两个针孔 你如果怕感染的话 你可以贴个防水的OK棒 其实是可以泡温泉的 但是如果附膜透析 就要比较小心 附膜透析 其实我们的一个管子 是一直插在你肚子 但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发明 就是用一个把它包覆起来的 那个附膜透析管 但是那个要包覆的真的很紧密 不然那个一感染的话 就怕那个附膜炎这样子 好 所以刚刚讲到 洗肾的人虽然蛋白可以不用腺 但是腺磷 腺钾跟腺水 腺水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 反正你就计算你喝进去多少 对不对 那腺磷跟腺钾的食物的重点是什么 像刚刚讲 我说蛋白不用腺了 吃牛排 牛排好像磷也不少 对不对 是 所以好像也不能随便就是乱吃一些垃圾食物什么的 因为没有腺蛋白质的 所以它磷的摄取的确比较多 但我们能限制掉就是垃圾食物的磷 像你吃的那些西点蛋糕巧克力咖啡茶可乐 还有一些酱料类的 比如说鸡精 鲜精 火锅汤 你去吃火锅就不要喝那么多汤 但是你火锅的肉还是可以吃的 就是它你要一个聪明这叫腺磷 那你说腺磷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你说比如说咖啡 我觉得现在很辛苦 你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喝咖啡 如果一个喝咖啡成瘾的人 你要他突然间不喝咖啡很难 我只能说就叫他稍微喝薄一点 限制就限制整天的摄取量 而不是说一口都不能吃 假就是我们讲说 把蔬菜水果类的 那你要把那个汆烫 汆烫把蔬菜汆烫 那水果选择比较低甲的水果 像我们的巴勒 水梨 苹果 这属于比较低甲 像香蕉 奇异果 梅笼 这种都是属于比较高甲的水果 就是比较要选择比较低甲的水果 那高甲的水果 我好想吃香蕉 可不可以 那你就吃个半根 不要吃那么大量 这个还是可以 所以我们说限磷 限甲 限水 那限水怎么限 每次透析间的体重的增加 不要超过体重的5% 比如说一个60公斤的人 65 30不要超过3公斤 就是不要3000cc的水 你每天要量一下体重 我已经增加2公斤了 我现在我还有一天 我只能吃1000cc的水 就类似这样 就不要超过体重的5% OK 好 我们再回到限磷 限甲的那个磷的部分 有没有哪一些食物是大家会漏掉 就不晓得原来里面磷那么多 或限甲的是哪一些食物是你以为它不是不小心漏掉 就最后跑来被你骂的 其实限磷的东西很多叫做我们饮食上的健康的 很健康很棒的东西它有可能都是高磷的 但优质蛋白本来都是高磷的 我们讲说还有一些像一些 坚果类的 糙米类的 还有一些发酵的一些食物 发酵的食物 实际上磷也都是很高 发酵食物是臭豆腐吗 臭豆腐 反正它因为食物被发酵完之后 所有的矿物质 电解质全部都跑出来 还有一个就我刚刚讲的 他们很喜欢 我洗腎会不会体力比较差 我们来补一些险筋 补基金 或者说他们这个大概是佛跳墙 这一类它还有一些 你比较担心是一些中草药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 我洗腎体力不太好 我可不可以长期来吃一些中草药 这有时候也会造成磷的过高 那钾我比较常发现的原因是 他们把果菜打成果菜汁 因为他们把它的细胞壁打破之后 钾丽脂反而大量释放出来 更容易吸收 所以不要去喝综合果汁 果菜汁这一类 这真的是地雷耶 因为你会以为那是健康 是 吃的营养 洗的干净 然后要多运动 希望大家今天如果身边有洗腎的朋友 或你自己在洗腎 从我们这一集应该可以得到 很多小叮咛跟收获 然后也再次强调 现在的技术跟医疗是非常的进步 所以不要想到洗腎就觉得 我的人生完了 没有 你真是还有精彩的20年 甚至30年 可以很棒地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洪医师 谢谢 谢谢 今天节目看完 对于需要洗腎的朋友与家人们 是不是觉得充满了盼望呢 其实以现在的医疗状况 很多洗腎病人在遵照医生的指示 还有控制饮食 还有常常运动的状况下 其实是可以有非常好的生活品质 也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自己的身体 如果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 艾家好医生的脸书下面留言 也欢迎大家订阅艾家好医生的YouTube频道 看我们过往录制的精彩内容 大家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